这世界上最大的难题 关于你那份记忆也会觉得吃力 不过是心中有些小情绪 就说明我们都需要有些耐心 请你让我慢慢的慢慢的慢慢靠近 保护着你不再让你委屈 我们都会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相信 我们的爱是不变的唯一 我们的爱是不变的唯一 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起源于我的一个梦 一个关于娇人的传说 这个梦境是那么真实 以至于让我觉得这是我的记忆 每当我潜入水中就能被唤起 也许你会说这是我的幻想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童话 我会让你继续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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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的 嗯 请问这位小姐 你对于我的理论有什么意见吗 教授 你刚说 佳人已经完全消失在这世上了 是吗 是的 有什么证据吗 既然你认定佳人还存在 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就是 我曾经亲眼见过娇人 他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 你见过 是在学校演话剧的时候 还是你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啊 我是说真的 说不定娇人已经进化成人类 就混聚在我们的身边 只是我们没有察觉而已 小姑娘 我很欣赏你对娇人文化的狂热 从数千年前 全球大量地发现娇人的食物 到数百年前 娇人族的谷物出现了断层 近百年间 再也没有发现娇人族的遗迹 所以你如果把现实跟幻想混在一块 那就不好了 好 谢谢各位 今天的发表会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 你真的亲眼看过娇人吗 所以你今天是要挑战崔教授的理论吗 没错 他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 你到底是谁 我是独影周报的专栏作家 沈沐昕 沈沐昕 就是那家网络杂志啊 看来现在只要能引起争论 瞧瞧键盘就能当作家了 难怪媒体的水平越来越低了 你说谁水平低啊 没有证据就在这里胡说 我一定会找出娇人还存在的证据 给你看 屌丝作家 VS权威教授 谁输谁赢 沈沐昕 当真是出声牛毒不怕虎 工人像教授下战书 主编 我实在是意识冲动 所以 你赢你赢 被你这么一闹 我们杂志社都上热搜榜了 要是弄不好 整间杂志社都得关门 毕竟 没有人想看一个信用破产的周刊 那 我该怎么办 新闻上说 你自称见过娇人 嗯 你到底在哪里见过他 在我的老家 新月湾 那你就回老家去吧 啊 我被开除了吗 当然 不是 你不说在那里见过娇人吗 那你当然还回到那里去 搜集证据找出素材啊 我是认为娇人还没绝技没错 可我没把握真的找到 不管怎样你都得找到 要是找不到呢 你就不用回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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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就这么急着回新月湾吗 啊 啊 主编都亲自下令了 我也不想那么早回去啊 那你要回去多久啊 等我找到娇人吧 你确定你找得到吗 当然 不确定 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从大学毕业 我们就一直住在一起 现在就要分开了 怎么 妈 你舍不得我啊 当然舍不得你啊 反正新月湾离这边很近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好啊 我要你当位的贴身导游 遵命 我的大小姐 站住 别跑 Pierre 噒 哎 不要 威 喂 哎 你 你 撞到 有事啊 你刚才撞到我 把我手机屏幕撞坏了 抱歉 你放手 你放手 你当我傻了 我一放手你就跑了 是你自己不看路 又有关 你把我手机撞坏 我没有要你赔偿 已经不错了 跟你要个道歉 不过分吧 你盯住我干干吗 你是诈骗集团呢 对吧 你神经病啊 你才是诈骗集团的呢 把我手机撞坏 还敢恶人先告状 不是就不要妨碍我 喂 你到底道不道歉 各位旅客请注意 前往星月湾的车 已经准备发车 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 依序上车 奇怪 怎么觉得这个人 有点眼熟啊 不可能 我不可能认识 这种虽神的 下次再让我遇到他 我一定拔皮抽筋 再把他丢到海里 喂鲨鱼 我回来了 七月湾 我回来了 七月湾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有满天星辰 角形月光 和碧朗海湾 根据史料记载 焦人每到夜晚 就会浮出海面关心 所以新月湾 肯定是适合 焦人居住的地方 我跟你讲 这看哪里脏啊 偏偏你手上 又没有这清洁剂的时候 你要学我这个样子 你看 先呼口气 然后呢 你看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 我们度假村 完全是以客为尊 我们就应该 保持一个环境啊 是干净和舒适的 哎 让评客觉得呢 非常地棒 猜猜我是谁 你就是那个 住个三楼三零二 每天在 暗恋着我的 庄小姐 对不对 爸 是我啦 就知道是你 爸 你要是再这样自恋下去 我真的要带你去看医生了 什么看医生啊 人都有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还好我没进演义 看不提当年帅 要不然 更何况 您看您 现在已经人老珠黄 早就青春不在了 这我 我有这么差劲吗 女儿 你 你 小星姐 什么是人老珠黄啊 哦 就是你看 你维伦叔叔这样 年纪一大把了 还喜欢穿花衬衫 哎 不不 这这可是公司制服啊 木星啊 这次回来 好像更漂亮了呢 就知道 装扫最好了 可是你怎么 这次回来 没有事先打电话通知呢 当然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我才不信呢 你呢 不过就是回来见我一面 你需要带这么多行李吗 你先跟我回去 咱们先把行李安顿一下啊 好 小星姐 拜拜 拜拜 下海会乖乖操玻璃 再见 拜拜 对了 爸 这次回来 我要住上一段时间 怎么你失业了 太好了 爸爸 老担心啊 这女子外面呢 跟那些小鲜肉 万一啊 他们突然跟你骗财骗色 这可咋整啊 爸 你想太多了 我回来是因为主编 让我回星岳湾 追查娇人的线索 娇人 你说我在这度假村 没有四十年也有三十五年了 我不但没见过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娇人 怎么没听过 我不是一直跟你说我见过吗 当年啊 要不是娇人族的人救了我 我早就溺死了 走 你被娇人救过 嗯 你爸爸还被蜘蛛侠救过来 啊 你还真相信哪 爸 啊 我是跟你说真的 前阵子啊 还有人在深海底下 发现古城遗迹 没准 就是娇人出国的地方啊 要是我真的找到了娇人 全世界肯定会被震惊 既然我的女儿啊 这么痴迷于娇人 哪天呢 万一让爸爸瞅见了娇人 我把她整日抓起来 让我的女儿啊震惊全世界 好 好不好 爸 太好了 走走走 今天我给你多烧两个菜 好 三杯叫人啊 还有红烧叫人啊 不行啊 好吃啊 超人不能吃啊 果然还是自己的床最舒服 好 没错 我相信我亲眼见到的 我一定会证明 焦人还存在 新月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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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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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护游客的安全 下水前 做好先做一些 简单的暖身运动 好帅啊 那要怎么做 你教我们啊 这样动作要准确 前面那位身材健硕 有超有责任感的帅哥 就是新月弯 最帅的鲜肉 也是救生队队长 江泽 从小我们就一块儿长大 玩耍 来 换一遍 这里没有人比他 更了解这片海域 可说是最适合的 采访对象了 江泽哥 嗨 呼吸 所以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工作 你问我有没有见过 骄人那种 上半身是美男 对 下半身是鱼尾的人 有吗 有了 你说的 该不会是我刚好拍到的这张 你真的拍到了 你 江泽哥 都拖我酒了 怎么还在想叫人啊 我也是不得已的 不然啊 我的主编 会把我丢进大海里面喂鲨鱼 我逗你玩的 想我怎么帮你啊 我希望 你可以帮我留意那些 游泳特别快的人 因为我怀疑那些娇人 已经上岸生活 所以才没有人在海里 找到他们 你得仔细帮我观察 行 反正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留意那些 游泳吸水的人 要真的瞧见啊 一定告诉我 好 那我们一言为定 好疼 这就有新月弯 环境还不错 没想到 国家队的游泳选手 居然会来这儿 应征救生员 都是以前的事了 救生队可没你想的 那么简单 就算你曾是体谈明星 还是得跟其他人 一起排队交资料 参加体能测验 没有特选 我知道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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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对不起 都说人死后会化在天上最善良的李可星 守护着他想念的人 齐儿 你舍意在看着我 都已经调到这么暗了 应该不会被叫人发现吧 太好了 今天晚上有星星 也许 叫人会出来关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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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这话应该是我说的吧 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度假村啊 你管那么多干嘛 今天 我在车站放你一马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陪我手机 或者跟我道歉 你选一个 手机是你自己摔坏的 与我无关 你 算了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争这个 不过你大半夜不睡觉 跑到这边来干嘛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 不对 我来这里关你什么事 那我来这儿也不关你的事 算了 等我倒霉 遇到你这种人 简直莫名其妙 你想干嘛 懒得离你 懒得离你 不 是我 我才懒得离你也好吗 气死人了 太可恶了 这家伙下次让我遇到他 我一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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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 难道是 打开了花香 不经意 不经意 说出了真心话 才明白你当初 为何选择了他 我们有快乐 有害怕 有疯狂的年华 说着笑着认真 不让泪滑下 不让泪滑下 爱 那时候 并不复杂 承受 要付出代价 一切一回不去我 天真一天不好了 如果我们对未来 如果我们对未来再也没有一丝挣扎 一切一回不失落 海面成装作潇洒 遇送你的背影 取代在哪 我们有快乐 有害怕 有疯狂的年华 也许 你还记得 也许 还生 爱着 生亖 这不是 我也对 need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